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對全城熱話的釘鞋 就是Nike 最新推出的 Air Zoom Max Fly 先說明這條影片沒有任何贊助 亦不是廣告 我們買了幾雙鞋 也是真金白銀自己買回來的 這條影片我們會跟大家說一下這雙鞋的功能 這雙鞋是2021年6月推出的 它在6月之前也推出過一堆Air Zoom Max Fly Prototype 大概6月才推出了奧運版的顏色 很多運動員都可以預先得到這雙釘鞋 日前在8月初的時間 大陸的Nike官方網站和香港的Nike官方網站都已經可以買到這雙釘鞋 它的定價是$1299 但其實這雙鞋是推出之後 一天都已經賣斷了 在這條影片的最後 我會跟大家說說還有哪些途徑可以入手這雙釘鞋 打開之後 這裡就是整合釘鞋所有會送的東西 它會有送一個白色的鞋袋 還有一包是它金色的釘 是不同以前Nike原廠的碳纖釘和鐵釘 這次就是送了它特別版的奧運色的金色釘 其實只不過它的顏色不同了 沒有任何特別 鞋袋跟以前黃色的鞋袋是不同的 這次就改了做白色 而且它採用了一個索袋 大家就不用整天穿著 可以背著 這雙鞋的外形就是全白色 下面就是橙色和黃色 也是一個O1很經典的藍色 這雙鞋標榜這次是用P-Max的換針材質 以及Nike最近都是很常用的Airbag技術 這雙鞋標榜是會有較好的換針 以及可以保持到靈活性 它表面上就用了一些凹凸的條紋來處理鞋帶 它就說會令到運動員排出的時候 鞋帶就沒有那麼容易會鬆開 然後它中間就有一層碳纖板 它的Airbag 這一層就不是Nike's Percent Assumex的技術 就只是用了一個較輕的泡沫材質 它的膠底板就用了一層Wave的條紋去處理 這個紋路會令到你厚燈的推進力的感覺比較強烈 然後釘的部分就是用了7顆 這就跟Superfly Elite的鞋用了8顆 釘就少了1顆 它的重量是5.5盎司 大概156克左右 相比Superfly Elite和馬數的釘鞋是重了一點 這雙鞋是100米至400米 然後8一欄400欄都是適合的 另外還有同款是Long Drum Elite 還有一雙叫Factory 它也是搭載了Zoom Air Airbag的功能 這雙是短跑項目 全部都適用了 我們穿過這雙鞋之後 其實它的整個感覺都非常有趣 而且它的彈性是很厲害的 其實跟以往Nike出的釘鞋 又或者其他牌子的釘鞋都很不同 你會感覺到前掌偏下一點 即是近腳板的位置 介乎腳趾之間的位置 會有一層很厚的空氣 去支援你 你跑的時候 落地前掌爬地 都是非常有彈性 亦會令到你的重心非常高 特別對跨欄項目 其實也是特別有幫助 但是這雙鞋的重量來說 其實就是比以往的Superfire Elite那些釘鞋 是重的 其實穿上去的分別都很大 因為你會感覺到你的腳掌 好像是拿著一些東西跑 因為它下面對於釘鞋 其實下面都有一層很厚的形狀 還有它有一個Airbag 你會感覺到每下看到的時候 就好像拿著一些東西跑 我們一開始穿這個時候 都要一些時間來適應 就會有點不習慣 因為它就跟以前的釘鞋 這雙釘鞋雖然不是太重 但其實它都會令到你的腳掌有一點感覺 在跑一些82米到200多米的時候 其實跑完之後 整個感覺都是不差 而且它避震的功能都做得非常好 令到你跑完之後 腳的負擔其實都低了 暫時來說這雙鞋 在國際田聯下還是承認的 是合法的鞋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以上這雙鞋的功能 以及它的表現 再考慮一下買不買 對了 這雙鞋可以在哪裡買到呢 其實暫時 Nike官方網站已經斷貨了 不知道它會不會有第二次 第二陣貨給你們買 也要留意Nike官方網站 另外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香港本地有些釘鞋店 我看見都是有賣的 另外國外就有Espay Stox Amazon Ebay都會有的 但是價格就會相對地貴 因為這雙鞋一出的時候 就已經賣斷了 亦都要吃炒價 那價錢就大概是$1900到$2300左右 詳情可以在描述下面 看看網址 大家自己衡量 那這雙鞋是否真的整個價錢 以及你是不是真的想試試它的 Cushion的效果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好 希望以後會跟大家分享 多些不同型號的釘鞋 或者不同牌子的釘鞋 那請你們繼續留意我們Sprintology 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按個小鈴鐺 讓我們可以第一時間 將最新的甜食資訊送給你們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在這裡 還有我們的椅子 sous詳